澳門首架線上賭場上線 咦?不是喔 這個已經出現了 近期見到最多的是這個線上賭場 你有沒有見過這些訊息? 有啦 當然有啊有啊 我最有印象都是跨王朝 因為其實他都花費最多 兩三天就是一次 如果有信息的話 更多 你收不收到很多這些 除了這些之後還有沒有收到什麼 可能繼續做美容啊 投資啊 那有味噢 譬如說這些 突然間說有個助理 讓你看看 是啦 又說什麼投資什麼助理 又說有講座 很久之前的了 就是做問卷 然後其實是那些美容傳銷那些 通常就有個人就說 幫幫忙吧 我做完這份就收工的了 填完之後他就不斷銷售東西 即是走過可能等人 他見到你很空閒 然後之後就會走過你 那些收入現在就 是啦 就是你是迷的 美容 銀行借貸 保險 這些傳銷一直以來都有 但是你們有沒有覺得 近來好像收得特別多 來歷不明 一看就覺得服味龍的Message 或者電話呢 Facebook是2019年已經洩漏了5億的Data 但是因為近期 那個黑客將這些Data 放在網上全部 於是那些5億Data 裡面又有300多萬個香港的Data 裡面有很多是有電話號碼 又有電郵 所以近期如果大家收到很多這些短訊 即是說什麼王朝 什麼網上賭場 或者去什麼群組 大家要小心 以前的網上編圖大多數都是靠撞 Programmer 寫一個Bot 順電話號碼次序逐個去撞 將同一段內容 在不同的App 上傳出去 但是現在 配合了黑客上載的5億外洩資料之後 就比以前更加容易撞了 現在就盡量不要開這些連結 因為有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究竟連結裡面 會不會本身已經是一些病毒 或者是一些木馬程式 大家可能開了之後 就未必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但實際上可能你的電腦或者手機已經中毒了 當然也有很多好像白狀 打來就說是什麼速遞 海關 公安 令到你可能會打客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這些騙案 其實在網上和在地上的 其實差不多 基本上騙台只是把以前在地上發生的騙案 搬上網 說回地上發生的騙案 原來早在2009年的時候 William 已經開始在Forum 製造了一個 推銷或者詐騙電話的黑名單 專門封鎖上面說的美容 假扮海關、公安、這些傳銷詐騙電話 發指成今天 已經有近200萬香港人用的 HKJK資料庫 大家可能都有用的 小熊、小鴨、芝麻來電等等的 這些電話攔截APP 都是靠William 的資料庫 提供Blacklist 其實最初的時候 應該說到2007年 開始收到一些推銷電話 其實那時連Android和iPhone都沒有 那我就有個念頭就是說 收到這些電話寄下它 放在以前的鄉土 You Wants 那些 那這個就是最初最初的概念 是在一個討論區那裡 啊 吵了一年有百多個號碼 咦 好像有些事情做到 當時正職仍然在NGO機構上 做IT support 的William 每年支揮和眾籌合共萬多元 來維持伺服器儲存資料 到了2015年那時 就有台灣公司 請他全職管理資料庫 所以到現在為止 他已經和詐騙電話 打了十幾年交道了 咦 為何Bot 極 擔截極的號碼 會有新的呢 慢慢就變成有少少 對戰的狀態 和推銷電話公司有少少對戰的狀態 我擔截了他一扎電話 他又申請了一些號碼 當中他有他們的策略 我亦都有我的應付方法 William 在資料庫道 市民大量回報的號碼裏面 可以容易看得出 詐騙傳銷電話的Pattern 再成早成早的Block 做電話推銷或詐騙的人 每天都會用一些新號碼 由00至99、100個號碼 一批批地出 頭六個數字相同 尾兩個數字 就是一路流水號 如果裡面有十幾二十個號碼 都是做推銷 我就整組有一個預測性的攔截 幾十組號碼 他每次用一個 在幾十組號碼裏面 抽一些號碼來用 令到我比較難去做一些 整組的一些攔截 這些是其中一個方法 他都會留意到 其實我的系統 每天都是更新一、兩、三次 有些時間都真的會更新的 他們會留意到 他們有他們的策略 不過有時候我看到情況嚴重 吃晚飯看到 那個號碼一整三、四十人報告 那我就又更新一次 William 平均一天會鎖大約40個電話 但有些他所謂的高峰期 或者全銷詐騙公司 買了新號碼的時期 可以一天鎖上千個號碼 這個DSC完了之後 五、六月至九月左右是旺季 會有幾大量的一個推銷電話 很直接推斷到 其實是有班書企工 又或者新入職的人 他們可能需要打電話去找客 而詐騙電話 有一節一節一節淡貴 他們的農曆新年假有一個多月 幾乎三十天是沒有這些 這些詐騙電話 即是人是知道他們是甚麼人 是啊 農曆新年就整個月沒有了 幾乎都可以推斷到 很重視農曆新年的國家的人 William 說 詐騙電話其實很多時候 只是憑來電顯示都可以看得出 即是有加852字頭 或有加號 很大機會可能是一些詐騙的電話 即是打進來的電話 不是WhatsApp 假冒的號碼可能是詐騙的最多 例如VOIP 或者他們有特別的系統 做一個Lumbus Proving 他們可以喜歡設定到怎樣都可以 我們經常都聽到 我們是某某銀行打來的 這些可能是借貸電話 都可能是假冒銀行 假冒銀行 即是你會否相信一個電話號碼 是可以代表這麼多間銀行 為何要拜銀行 如果它是一些很不出名的財務公司 所以說個名字出來 別人都先吸了 所以他有時需要說 我是中銀 William 提到 現在最多年輕人在電話中中招 是一種稱為 時光共享旅遊會籍的不良銷售手法 由2016年到現在 他已經接觸過200多宗 當中有很多都是年輕人 當時剛剛畢業的阿明 就是2019年8月中招的其中一位 一開始收到一些電話問卷 是一些電話問卷 問卷的內容就是問你 怎樣看這個有生假期 當時打到支持就先收了 過了幾個星期之後 又有個電話打過來 說你較早前做了這個問卷 我們現在有個禮品送給你 當阿明決定上去拿禮物 那一下就是中伏的開始了 可以去世界各地旅遊 還可以住一些很漂亮的酒店 為甚麼覺得自己會落搭 就是當時那個環境是很吵的 開了喇叭在那邊 在那邊噴歌 在那邊疲勞轟炸你 現在想起都覺得很可怕 以前覺得 怎麼會有人重伏這些事情 都覺得自己不會重伏 但你去到那個環境 你是真的被人洗腦 好像操控著你所有東西 你那一刻是思考不到 阿明當晚晚上六點鐘上去 就被不同職員斜輪式售到十一點 最終就被人售了一個 原價接近十萬的計劃 職員就說 可以給他百萬多元的限定優惠 所以他最後實質是簽了 五萬多元的會籍費用 以及三萬多元的尾數 攤牆離環 分了一百多期 每個月給百多元 每年還要繳交額外的 四百五十元美金做管理費 如果推銷公司 要為這份合約加上一個期限 就是二十年了 即是幾千元的管理費 都要交足二十年 去到二零三九年 很熟悉的 他的手段是打去卡公司 指示你去問 你那張卡還有多少錢可以簽 我當時沒有很多積蓄 還要欠落一身債 那我怎樣去旅行呢 離開了那棟大廈 覺得好像是奶奶的東西 然後再看那份藥 就好像真的是奶奶的東西 最後其實是 你說實際得到什麼 實際是沒有得到什麼 後來阿明就心想 反正都被人騙了 有次想去旅行 就儘管試用他們的服務 他們當時銷售的時候 說是很全面的 幫你計劃行程 訂車等等 試一下叫他們幫我計劃行程 那個行程是垃圾得不得了的 其實那個所謂的酒店 跟你自己在 我本來以為是很高級 很漂亮的 幾千元一萬 原來不是的 幾百元一萬 我們計算一下 如果用阿明那個 每年包七天酒店住宿 包足二十年的旅遊會值 和自己自由行程酒店的住宿費 差多少呢 以我的為例 我那九萬七千元 大約十萬 九萬七千除二十年 我一年可以去七萬 再除七 即是為692 然後還要交他 四百五十元的管理費 成為匯率7.8 大概等於五百零一元的港幣 再交我那個會值的費用 即是我一年要給一千一百九十三元 才能住一晚 再上阿高達找回這間酒店 其實就算他的總統套房 都是五百九十六元一晚 那用那個會值就一千一百九十三 如果減回五百九十六 即是我給貴了五百九十七元一萬 簽約後的大半年 阿明找到案例 原來是有機會 在小額前債審裁處 打得了這個不良銷售合約 之後他還自己查冊 告回公司 公司註冊處 找他們公司的董事名 商業登記證這兩件事 大致就是 即是你上去公司註冊處的網 相似的名字都整十幾間 這樣其實都找了一段時間 和要肯定沒有報錯人 其實那個過程都很複雜 擾釀了一年之後 雙方雖然達成和解 不用付每年管理費 和百多期的分期尾數 但是信用卡簽下的五萬多元 都是要付 大家如果聽到一些電話 是叫你上別人的辦公室 聽九十分鐘講座 拿禮物 現場環境有很大的音樂聲 推銷你參加旅遊會籍 除了簽卡之外 還可以用一個 長度不合理的分期付款方式 來結帳 那就很大機會是騙案來的了 還要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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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按鈴鐺